人口密集的臺北市 東湖還有內湖公立 幼托 資源嚴重缺乏 住都中心規劃在東湖蓋的社宅 設立 幼托設施 卻遭到北市給回絕 市長柯文哲氏表示 中央要該托 因托 幼都應該要併入 北市原有的體系 進行評估 不是想蓋什麼就蓋什麼 每到公托或公幼招生時間 家長們總是選擇一顆心 就擔心擠不上錄取名單 尤其是臺北市的內湖 和東湖地區 厚補率高達百分之五百 到底有多難抽內湖及東湖 除了人口高度密集之外 與新北市細紙緊鄰 跨區就讀的情形多 壓縮了當地公托 公有資源 住都中心規劃 在東湖蓋的社宅 預計下半年動工 並研議設立有託設施 但被北市教育局回絕 引發失憶 原和家長質疑 再惡搞家長 柯文哲喊話中央地方先溝通 教育局也鼓勵新北市在臨近的細紙增設幼兒園 先改善需求爆炸的情況 同時強調 北市希望優先在公立學校餘育空間來增設 二十二處裡面有五處是在內湖區 內湖區是目前十二個行政區裡面 參見比例最高的 未來會增加二十八班六百九十三人 並沒有說不參見 等於沒有辦法提供公共化的救助名額 這兩個並不是等號 教育局澄清不是拒絕中央 而是已經另有規劃 面對公有公托的高度需求就在眼前 公補應酬的情況一時之間還是難以解決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